10月2号晚上的10点多 基地发烂花花在外场的视频 而且发文说明 花花叶子还要再休息几天 可能是要等到国庆假期结束的时候才出来吧 花叶闭关的这段时间 他们的场地进行了一个翻新 花花已经出来体验过自己的新院子了 不过这个画面里面只有花花 没有看到叶子呢 叶子没放出来吗 在泪舍的视频就看起来脸巴很大 圆乎乎的 但是放出来之后又看着好小一只啊 这是花花叶子闭关之后发的第四个视频了 前面三个都有叶子 怎么这个来体验新院子的视频里面没有叶子呀 这是花花在泪舍的画面了 这样看起来就圆滚滚的 比在外面的时候看着要胖一点 可能在泪舍的时候因为镜头会近一些吧 在外场的时候拍的镜头会远一点 就看起来小小的一只 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 就想着希望花花叶子能够休息到假期结束 果然在假期期间他们是没有出来的 而且今天场地这边的话也是没有让游客过去了 因为很多游客看不到花花的话 他会去现场听花花的声音 确实能够听到花花叶子还有弹叶叶的声音 但是这样子也是挺吵的 就人太多了国庆假期真的是人满为患了 平时都那么多人 国庆假期更加是人山人海